大家好, 今天就教大家做WhatsApp Sticker 首先我們需要有三個 App 第一個 App 就是 Background Eraser 而另一個就是 Personal Sticker for WhatsApp 最後就是一個可以做文字的 App 譬如美圖修修那些都可以 首先我們進入 Background Eraser 裡面 選一張照片 譬如我選擇了這隻貓 來到這一步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擇用不同的工具來做退地 我先選擇自動 之後再調整這個 First Hole 這樣就可以更方便地退了更多的地方 如果想更細緻地做退地 可以用Magic這個工具 甚至乎我們可以手動地用 Menu 慢慢自己勾回輪廓 按錯了也可以用 Repair 功能 將二刷的地方還原出來 最後就是做一個右邊的效果 可以選擇一至五不同的級數 出來的影像就會自然一點 完成之後就可以同張照片加文字 我就用美圖修修來加字 你可以用其他軟件來加也沒問題 我選擇剛才退地的照片 就是這一張 選擇之後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大小 另外我們也可以去到字形 直接加文字 在美圖修修修內 有很多可看的字 但要留意定一個地方 它只有一些簡體字 這個繁體字 未必能顯示出 大家可能可以去使用其他app 其它東西代替 這就是我簡て 我去描述幾個文字 而不是所有繁體字的字 都不能出現 所以可以內心試試錯個字 中英文也有 最後再放大字體 由於 WhatsApp Sticker 需要 PNG 格式 而不是 JPG 格式 所以我們要進入 Background Eraser 重新把剛剛做完的照片 退多一次底 但這個退底就簡單得多 因為剛剛已經退了底 非常乾淨 所以用自動模式一按 再加上文字中的孔孔 我們退一退 大家看到已經完成了 儲存後 我們可以選擇 Personal Sticker for WhatsApp 選擇下面最底 選擇 Ad 之後就把四張照片加到 WhatsApp 要留意 最少要有三張圖片才能加到 WhatsApp 之後可以選擇 最新加入的四張圖片 就像現在一樣 那我今天的教學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看到啦 我們看到啦